我是在2015年7月的时候加入爱多美 那这四年下来一直秉持着谦卑服务的心态 去跟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分享我们爱多美的优质产品 我当时非常的兴奋 一头热投入了爱多美全职 那发了疯似的到处跑到处跑 东西拿着DM拿着就去扫街 那扫街的过程可想而知全身都是弹孔都被拒绝 那这依然没办法击败我 虽然目前爱多美的收入没有很多 但是卡内基有教过我们 全世界所有的生意 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于售后服务 我们曾经因为客人他只买了一只牙刷 一只牙膏 一共是两样产品 我们照样送到他的家门口 我们确信凭借着这样的意志力 跟我们的热忱 一定可以在爱多美来翻转 除了自己的人生之外 以及所有伙伴 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执着有梦想 我们都可以来协助他完成 那我事实上呢 我是在2015年我就加入了爱多美 听起来好像很早 但是我并不是 我并看不懂爱多美 因为我是捧场加入 再加上呢 我讨厌直销 我也不喜欢 于是我就放 我就顶多有空 我就偶尔去上网买一下产品而已 直到了前年的年底 2017年的年底 我的贵人 然后来找我 让我重新了解爱多美 那首先爱多美之后 让我了解到爱多美的强大的背景 于是我就姑且一试的 好想说好 那就订了明星商品 蜂蜜影跟益生剧 然后来试试看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小朋友 有一个小孩呢 曾经最高纪录 一年有300张的医疗收据 我就想好 不然试试看 用了产品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感动了 因为爱多美 你的健康 你的财富 你的时间 因为这样的全部都 都非常的好之后 然后你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去陪伴你的家人 你开不开心 然后唯有改变 你才有机会 你还可以翻身 我们大家一起 来努力个三五年 为自己的人生 然后来翻身 大家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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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